要说到科技含量最高的舰船,很多人理所应当的都想到了海军的航空母舰,的确作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之一,航空母舰堪称军事装备中威力最强,体型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舰船,但是如果范围扩大到军事领域之外, 就会发现居然还有科技含量比航母更高的船只,那就是所谓的航空测量船,所谓航天测量船是一个国家为了追踪试验飞行器导弹以及人造卫星而开发的专业科考船只,与固定的陆基观测点相比,移动的航天测试船机动性更高,可以更近距离的记录数据,得到精度也更加全面,更加精确。 对于这种提高武器命重率和卫星观测精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航天测试船本身的功能与普通军事舰船和民用商船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设计上航天测试船的建设中心也有很大的不同, 像是对于其他船只影响很小的摇摆和振幅对于航天测试船的测量结果的影响却非常巨大,因此为了实现稳定性,航天测试船在主体结构和材料选择上都和普通的船只有较大的差异, 另外由于航天测试船以收集和处理数据为主,所以它具备有其他船只不具备的众多天线和超高性能的电脑处理系统, 由于融合了光电微电子计算机以及造船机械现代通讯等多方面的尖端技术,因此航天测量船又被称为海上科学城, 鉴于该船只的建造难度很高,目前全世界能建造航天测量船的国家仅有中美俄法四个国家, 比建造航母的国家还少,所以说航天测量船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舰船是当之无愧。